本案詐騙集團所使用的犯罪手法 事先盜用民眾手機通訊軟體的上套後 再假裝是被害人的親友、洋蔥要借款或左轉資金等方式行騙 致使數十名被害人一直不查、受騙上當 也造成被害金額高達上千萬 在警方追查期間發現本案女性所嫌 利用北市知名批發市場內的機後貪注而掩護 作為集團成員交付詐騙贓款的一個據點 另外,警方專業小組在偵辦期間 也發現該詐騙集團會規避警方查期 在集團的上下游成員之間都作為一個金融斷點 也形成警方偵辦上的一個不意 該詐騙集團的一個秋信車手 在得手大筆的詐騙贓款後 見金額龐大,隨即捐款潛逃並逃亡高窮 請警方半年的跟蹤受證 並報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生犯 於日前持搜尾票、拘票並分墮入在新北市三重區 蘆洲區、新莊區、台北市大安區 以及高雄市左營區等地展開殺氣 一舉查獲該詐騙集團以信徵組織 及相關設施團成員共舉回答案